運輸公務司司長羅勒文今年1月底曾透露, 位於加勒比大橋、淡仔橋頭旁邊的前海洋世界土地即是進行土地批給可能被宣告失效, 而且將土地歸還的相關程序。 根據資料顯示,前海洋世界批地為13萬4800多平方米, 有議員指這幅土地已限至20年,促成政府積極收回。 你這條這麼漂亮的海岸,現在就封住了,是不能夠使用的。 甚至我們最質疑的是,它在批地上, 剛才所說的,它不是正式的批給, 它只不過是特別負擔你要起路, 為何現在反而霸得最多用緊的地方在這裏, 是政府自身自己用緊, 你這間公司用緊,你租了給人用緊, 是完全沒辦法知道那個情況, 我們只不過能夠透過衛星圖和高空拍下來, 我們看到這個位置大概被人放了, 即是起了火艙仔。 也有議員質疑政府有沒有跟進批給, 或者是佔用土地的狀況, 並且按法律或者合同規定科署罰則。 其實政府和這個中華娛樂有人公司簽署的合約裏, 其實提到它每一年其實要交一個租金, 那個金額是為所謂81萬佳, 你沒有按照你依時交一個圖則, 或者是啟動,或者是進攻的話, 其實來說它每一天都可以有一個科署, 有一個罰金, 如果按照它當時和政府簽署協議, 每一天是可以罰款一萬元一日, 到底它沒有做的情況之下, 政府有沒有去做這個處罰呢? 他們建議收回土地之後, 可以用作興建住屋、社會設施等等。 蔣